很多人问我说 画画到底是想法重要还是技法重要 我曾经把这个问题问我的德国同学们 德国同学们一致回答 当然是技法重要 他们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蠢壁的 然后我又问了我的亚洲同学们 他们则说肯定是想法重要 为什么他们两边人的看法会差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该问的不是 画画技法重要还是想法重要 而是该问什么叫做绘画技法 什么又叫做画画想法 一直以来大家可能对画画技法 这个词的理解就是画的像不像 画画技法跟画的像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想知道更多细节的朋友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艺术金钟罩看完整版